欢迎欢迎 慧平姐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还有何大哥您好 好全球的观众还有听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爱台的何建民 那坐在我旁边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家的师姐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慧平姐这样的一个因缘 帮我们邀约到何大哥 其实也很少看到两位一起合体介绍 上节目 这应该是过去从来没有过 几乎就没有过 没有过 所以怎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两位合体 就是这一套系列书籍 我觉得其实我得先来问问看 当初能够接到这个任务 我在书里头看到 我们的慈激人文职业中心的执行长 王端正王执行长 就是勉励就说要为慈激写证实 我一听到证实这两个字 我想这个任务好神圣 好像是史官 那能够做这个任务的 自然这个责任跟使命都非常非常的大 当初要接这个任务 我先问慧平姐好了 要接这个任务 你那时候的心里的想法是怎么样 其实这应该不是我们接下一个任务 其实是在六年多前 就是2012年的8月29号 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在编辑 那旅足迹 月刊的那旅足迹的时候 就看到8月29号上人的开始 上人就说 他强调说慈激是宗教团体 修行团体 也是社会团体 然后但是如果 没有稳固的精神理念的话 没有发挥宗教勤操的话 团体就很容易变质 那上人特别跟我们强调的就是说 不能只会做慈激是 如果只会做慈激是 却不了解禁私法脉的话 然后就会容易偏差 然后如果慈激缺乏了宗教勤操 跟修行的精神的话 就是等于是一般的社会团体 那当时看到这一段上人开始 其实我感触非常的深 然后上人讲说 他希望我们可以把 法脉中文的理念 可以化成文字 然后让后世的慈激中文人 可以有一个教育 可以说是 就是修行的一个 义归 所以这是上人 对我们的很深的期许 那 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们的 这是我们应该是我们的使命 然后大概过了没多久 差不多时间 王副总执行长 他就讲了 王端正执行长 他就讲说 慈激应该已经 那一年慈激是迈入第47年 那王副总就说 已经快半个世纪了 慈激走过快半个世纪 应该要有证实 其实这是这两个因缘的合合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们 我就是带着我的团队 就默默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决定要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并没有 当时并没有说 举手说 我们要来做这件事 然后我们就默默的开始 所以这不是我写的 而是实际的历史就在那里 然后我带着我的团队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 重新去梳理慈激的故事 是 重新梳理慈激的故事 确实刚慧平师姐有提到 说慈激一直都在这边 它一直不断不断演 像今年已经迈入第54年了 所以要去梳理这么多 这么多 其实不包含 不止文字 还包含声音的部分 还有影像的部分 这么多的素材 我看到书里头 您都有做一个大整理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艰巨 这个何大哥 慧平姐有没有 这六年来 你觉得她有变化 为了从事这样子的一个 浩大的工作 您觉得她的压力大不大 她有没有跟你诉苦 我自己在旁边看 我都觉得说 每一次走到她的座位旁边 就看到她眼睛 就盯着那个电脑荫幕 那要不然就是在找资料 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写 要不然就是在改 是 她几乎就是叫她站起来 她好像都很舍不得的样子 珍惜时间 大家都知道说 慈记累积了这么久的历史 对 那尤其是早年 早年的那些资料 她很多是旁边的人记下来的 随时的记下来 随时有记下来 那有一些是已经出版了 可是呢 你拿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时间 年代 然后真正发生事情的那个经过 可能都有略为不同的那个记载 误差 中间会有一些误差 对 然后就必须要反复的去求证 确认说到底事情是发生什么事情 是怎么发生的 那那些都是非常耗心耗力的一个工作 是的 所以她这六年来就是 一路这样子用眼睛 也把自己眼睛用坏 就是用到那个眼睛已经有受伤了 可是她还是一样 就是到现在 就是走到她的座位旁边 她还是这个样子 还是努力的再继续往下写 是 那我听她讲过一句话 她说 她在此期已经待这么多年了 这些故事有很多 她来不及参与 因为那是早期的故事来不及参与 但是后面的 很多事情都已经知道了 是 那如果她不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谁来承担 所以她就是很勇敢的把她接下来 那个也是一种自不量力 就是觉得该做 然后就想办法开始用力的做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整理这些故事到最后 真正受益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 因为你会看到很早期 在那个几乎不可能的条件底下 却变成有可能的那个经过 看到上人发心 弟子响应 然后师徒一起共行菩萨道 那个过程 那个是非常动人的一个过程 我们真的其实很感恩 就是说有慧萨界带领的团队 一起把这书 梳理词记的历史把它整理出来 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刚刚何大哥就提到 就说您几乎都是窝在这个小小的位置前面 眼睛都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废寝忘食 就是为了要做这样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你把自己也布施出去的那一份心理 我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其实长久以来 我就是看到就是说 您在文字上面的这份的用心 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说 其实此地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早期又不断的 关于此地的历史在做记录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 在这个我觉得是半世纪以来 做一个整理 做出一个特色 在书里的续的编当中 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要用 编年史的一个方式 所谓的编年史跟 相对于断代史 这个差别又是差别在哪边 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在哪 把这个特色做出来 这个慧萨界虽然已经红了眼眶 但是我还是要请你 跟大家约略做个说明 哇一把心酸 其实是有很多幸福 那是幸福的眼泪啦 对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有福啦 我是1987年从学校毕业 然后就直接进来慈激 哦是 对 然后 其实那个时候就花莲慈愿 慈愿刚起业十个月 然后 那我那时候是在慈激倒旅 然后慈激倒旅那时候就是 报纸的那种 对对对 就是因为花莲慈愿企业 然后他同时就创刊 是 然后 然后其实过去二十年我来不及参与啦 然后但是从我进慈激那一天开始 我就做慈激倒旅 然后五年后我就接了慈激月刊 是 对 然后其实这些都是 慈激月刊是慈激最早的媒体嘛 对 然后然后哎他就是最重要记录慈激的足迹 然后那慈激倒旅也是一样 然后甚至我们后来做出版 书的慈激书籍的出版 那其实 因为我们长期都是在在报导慈激的脉动 那很多事情觉得自己很熟悉的 好 然后呃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要重新去梳理这段历 有些是我参与过的 有些是我没有参与过的 尤其前面二十年是我没有参与过的 但是呃当当我长期也在就是在编辑上人的开始嘛 那我觉得呃这一直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工作 好就像月刊的那旅足迹啊无尽障啊 这都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工作 嗯 那所以要做这一套书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不 不是像以往我们在做报导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事件为主 嗯 那其实在上人在开始的时候他有强调说 呃禁思法脉是理 嗯 此际中门是事 然后理事必须要合一 是 好 那呃中门其实它是来自法脉的精神 嗯 因为有法脉精神才能中门才能够拓展出去 是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嗯是把那个精神理念嗯 可以把它呈现出来就就是上人的精神理念呈现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说采行编年体的方式 嗯 那从依照时间嗯 时间开始写然后上人的思想是主轴是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哎整个慈祭史变成立体的嗯 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嗯 可是当我们过去的报导我们可能就是单一事件单一事件甚至就是说四大八法嗯 感觉似乎好像他就是一件做完再一件嗯 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透过透过年代来看整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 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嗯那精神理念都是一样的嗯 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新梳理的过程中就会看到很多过去嗯 没有看到的事嗯过去可能体会上人的法的深度没有那么深嗯 可是在重新看过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嗯 嗯其实从梳理头真的就可以感觉到就同样就是也许是过去我们有一些事啊 是我们曾经在这个呃也许是什么新年万年三十年我们曾经看过 可是这一次您就是有把就是上人的这个想法就延伸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甚至古今做对照 嗯那个我觉得那个这这只有像这么这样的层次才写的出来 决定说明是是 就像呃书里面有提到说虽然帮贫户盖房子嘛嗯好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件事情对 我们也都看过那张照片是 虽然拿着铸头自己整地 对对 阿抛阿抛博 那个贫户叫做阿抛博嘛嗯 好 那可是呢 嗯 当我们去整理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才发现 嗯 那个时间是1967第二年 持继成立 持继成立的第二年 嘿 那那个时候的上人是没有其身之处的 嗯 他还借助在普明寺 嗯 可是因为看到阿抛博那样的状况 觉得不忍心 嗯 所以呢 就到处拜托 到处求 嗯 看看有没有一块地可以让这个老人有个安身的地方 嗯 嘿 那所以才会有帮阿抛博建屋那件事情 是 然后 所以就是 呃 当你把时间 开始 拉开来看的时候 你就发现自己都穷到没有地方可以住 却就开始帮这些 嗯 嗯 去盖房子 嗯 那我们也也发现那个阿抛博的后面有一位 照顾户 嗯 嗯 然后他就是 有他的照片 然后呢 我们才发现说 哦原来他做的那一栋房子 就是阿抛博住过的那间房子 嗯 嘿 就是就是看到他坐在门口那张照片 那个在慈激史料里面 嗯 也都有被 被报导 被刊出来过 是 但是呢 我们要去找阿抛博那间房子的照片的时候 找不到 是 后来发现 找不到 对 后来发现是同一间房子 嗯 是同一间房子 嗯 因为我们照顾阿抛博到他往生 是成才爷爷那一张吗 是不是 另外一张 另外一张 对 所以 所以就是你在整理这些史料的时候 嗯 你会慢慢慢慢的勾勒出当年的那个 嗯 真的是佛教 克难 慈激功德会 嗯 的那个出发心 嗯 嗯 你会亲眼看到 是 可以看172页 173页 如果如果观众朋友手上有书的话 对 可以看一下 我们请何大哥帮忙拿着 靠近这里 对 这个是 这个是当年 上人动土的那个照片 旁边这个就是那间房子 啊 是 嘿 对 然后在 这边都是同一栋 右下角跟左上角 是 其实后就是 阿抛博盖好房子四个月后 阿抛博就过世了 过世之后 然后我们就是 让另外一个 那个房子就空下来了 对 长期照顾户 嘿 欸 这个长期照顾户 料火 对 料火 就就让他住进来 对 然后下面这张照片就是 上人 料火生病上来去看他 这张也常常看到 对 其实我们就发现 欸 两张照片我们常常看到 是 可是其实他这个背后的故事 是有连贯性的 是 就这个慈禧屋 第一间慈禧屋 是 而且 而且上人从一开始做慈善 嗯 就是照顾到底 嗯 嘿 阿抛博 我们照顾到他往生为止 是 料火 老爷爷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照顾他重病 送他去医院 那最后就是 呃 他还是往生嘛 嗯 我们就是照顾到他结束为止 是 所以像这样的故事 嗯 就是 这些照片背后的人 嗯 嘿 那个还有照片背后的情 嗯 嗯 在经过历史的整理之后 才 容易被看见 是 嘿 没有这样子整理起来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以前听 长期照过户 好像就是一个名词 长期照过户 那我们只有 藉由这样的一个故事 把它讲清楚 然后才知道 原来所谓长期照顾户 是这个意思 是 你是一直照照顾到他 从头到尾 然后 然后甚至帮他送终 这样的过程 不过我在这边也蛮好奇的一点 就是说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您自己啊 是在我们护专建校啊 就是民国78年的时候 才开始走入慈祭的历史当中 不是 是医院 慈愿 对 花莲慈愿 那 其实像那时候 我在听就是说 阿娜会请佛头说 你过去二十年没有讲过的 再同一次 再请佛头再帮我讲一次 您 有 类似就是说 商人啊 过去没有参与的历史 再讲一遍给我听 因为我要写这历史吗 您是怎么 不用我开口 商人其实 已经讲过 无数 无数遍 然后其实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佩服商人 商人每天啊 光是 成语跟早慧 他讲的话 把他听打出来 每天都是数万字 更不用说 成语五十四年 五十三年 成下来看有多少字 那其实商人 他真的就是说 说法不断的 每天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他都在说法 所以在那个资料库里面 真的是浩瀚无比的 乏海 是 对 然后我们就是 其实 就是在看的那个过程中 我刚刚说 其实是有很多幸福的时刻 就是那个就是幸福的时刻 嗯 因为你看到商人就是 从他很年轻的时候 很单纯的一念心 就是 嗯 要 希望救人 嗯 然后这样子 一直就是 一直到现在 嗯 上人八十多岁 是 其实都没有变态 他也是心心念念 就是要救人 嗯 而且就是弃而不舍 嗯 对 然后 那所以 其实在那个法海中 我们看那么多 那么多资料 嗯 上人 从从早年的开始到现在 嗯 同一件事情上 可能有多 有多次的回顾 事件发生 当时 有资料留下来的 然后到 现在 嗯 或是过程中 他的回顾 嗯 然后其实 呃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新的东西 嗯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从那个大量的那个 上人的开始 口述历史 嗯 里面 然后我们就去试着去还原那个场景 当然是很困难 嗯 你说要还原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我们尝试的就是回到 带领读者回到那个时空 是 那其实这过程中我们真的不需要去 嗯 好像去编故事 嗯 完全不需要 有上人他在讲故事的时候 上人都是很有画面的 嗯 所以其实我 我只要 把 相关的东西 嗯 资料非常庞大 嗯 我把它好好的把这个故事说清楚 嗯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 嗯 就好像真的走进时光隧道 是 对 所以在很多资料的整理当中 不仅就是有上人呃 开示的一个文稿的一个整理 嗯 还有再加上我们呃 也有去做一些资料的一个呃 比对的这个部分 对 我甚至在里面也看到很多很棒的这个照片 嗯 哇 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 我真的觉得好难得 我第一次看到 你说的 上人出家前的照片 嗯 我们怎么怎么有那么荣幸啊 哈哈哈哈 那我先说第一册好了 好啊好啊 第一册 第一册其实齁 谢谢你们为我们造福耶 哈哈 第一册其实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照片 对对对对对 就我们说呃上人出生的年代 对 好 欸其实第一册我们写的就是上人从他的出生 嗯 成长 然后到修行的这 路程 对这段历程 對 然后上 呃其实我们仔细去查资料 上人是1937年出生的 然后出生在清水 我们知道资料就是比较有限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上人早年的事情 他自己没有讲的太多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是这样子 然后我去查历史上的1937年 然后就发现 1935年的时候 其实台湾中部有一场大地震 俗称豚纳卡大地震 豚纳卡大地震 对 那个厚礼 豚纳卡其实就是厚礼 它受灾很严重 所以就是用那个名称 也是我们的第一章 第一章就先从这里开始 对 那这是在上人出生前两年 然后这个大地震里面 因为我们找了很多相关的史书来看 然后就发现这个地震里面 清水是一个重载区 当时的清水接掌 它用四个字形容 清水全灭 所以清水受的灾情是非常大的 所以然后清水就是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整个市区重整 然后接下来 上人是在地震后两年出生的 然后上人出生那一年 1937年其实就是中日战争 然后当时台湾是日本殖民地 所以就是变成那个战争中的一个 后勤的一个基地 然后接下来因为被战火波及 所以台湾又变成就是说 那个要过 上人出生在那样的年代 天灾 等于说这块上人出生的土地 刚经历过天灾的楼梦 然后接下来遇到人祸 然后就是上人在年轻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也有躲空袭 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 那就是在天上飞飞机的也是人 在地上被炸的也是人 那那个炸弹一炸了之后 有很多人的家就毁了 很多人的生命就没有了 那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对当年的上人来讲 童年的上人 童年的上人来讲 他有很深的疑惑 是一个很难忘记的记忆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疑惑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人跟人要自相残杀 那童年的上人就是 觉得很疑惑的 像这一些是从 口述历史当中去找得到吗 还是说我们有去找到 当时上人接触的一些人 做口述历史的采访 其实上人的口述历史 这一段讲到最常讲的 其实就是他躲空袭的那个经验 对那当然就是说那个背景 我们要查非常多的资料 是 对 那上人再年长一点的这些 这些是我在书 在从书里面看了也 非常津津乐道 对 是 这一段是又是怎么样去写出 铺写出来的 对 因为其实上人对他 年轻时候 其实上人是父亲过世之后 他就想走修行这条路嘛 对 那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上人讲的就很少 很少 他就说他是就是过季给叔叔嘛 对对对 然后那养父过世 然后让他就体会到 诶 怎么人一口气不上来 就就这样就消失了 对 然后那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嗯 嗯 然后其实那我在看上人的那个 曾经的开示里面 曾经有看到上人 年轻时代的一些故事 嗯 然后那可是 其实在这过程中有一些我们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会去请示上人嘛 那上人就会跟我们讲说 过去不重要 我也不重要 我只是一个因 然后我们就说可是上人就是 诶 这个过程还是很重要 因为这是大家学习的 因为同样经历那个年代那个历史 可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可是你的想法跟你的抉择 后来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对 所以这个过程 它是重要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可以学习的部分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上人年轻时候的过程 就是我们还是 那也是上人曾经讲过 只是那可能是上人40年前讲的 哦 对 可是后来就不曾再说了 对 然后就不小心被我看到 然后上来说我忘记了 那可是因为已经被记录下来了 所以这一些过程 那要不要呈现出来 我觉得呈现主要的原因 就是上人最近在讲法华经 不断的在教我们转世成智 我们大家都共同面对同一个时代 都遇到同样的事情 但是呢 上人在看到这个时代 看到这些事情 看到人生的老病死的时候 上人新奇的念头 是去找背后的道理 是 去理解那个原因 而且上人在佛法里面 找到那个道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他就用他的一生 去实践 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 这样的道理 好 那所以 那个是上人转世成智 的那个过程 对 现在上人也在教导 我们这些弟子嘛 就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眼睛在看 用什么样的想法在想 我们能不能也学习上人的精神 就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要只用世俗凡夫的心情 在看待这个世界 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也学会用法来看这个世界 然后甚至用法来帮助 更多的人 是 那个是 那个是 我觉得上人是示范给我们看 对 所以我们之所以写这些东西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 让大家知道 上人也是人 对 真的让我们感觉到 就是说 其实上人原来 也是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也是要持一个 大家庭 要做一些很多的抉择 那生命历程就不会觉得 跟我们好像很遥远 所以这个是跟上人争取很久 终于争取到 可以保留下来的 上人也感恩惠平姐 跟团队们的 帮我们请命啊 那也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了解到这一段的过程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开来看哦 这只有故事里面有写 我们在此就不讲了 对 当然要卖个关子 让大家仔细去来阅读 好 其实呢 这其实我们才只是在 近思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谈一下 这个书籍的 这个编辑的过程 第一本是 取名近思 所主要的就是上人在 也就是说在成立功德会之前的 主要的这个过程 第二本书叫做 善护 善护这个名字 我觉得我也觉得还蛮好奇 我以前没有看过善护这两个字 善护主要是讲慈记的慈善 那为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其实因为我们当时就设定 我们这一系列的书 我们都说 我们都叫慈记的故事嘛 信愿型的实践 然后那每一本的话 就是有两个字的主题 那第一册的话 就是因为第一册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上人 不同阶段 不同的名字 然后有四个名字 大家看完书以后就知道 上人有四个名字 然后呢 到第二册是 讲慈善的前面十年 那所以这一本的主题 一定是慈善嘛 那我就想到 那时候脑海中就冒出 一段金刚经的话 就是 如来善护念诸菩萨 善附主诸菩萨 然后我就想 善护念 这三个字我一直非常喜欢 然后所以我就说 那两个字就叫善护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在看这个书的过程中 我们要善自 护念我们的初发心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就以这样命名 很特别 而且很有感觉 而且就跟我们之前 可能会慈善 医疗教育人 完全不一样 一看到我就觉得 这名字我好喜欢 原来是出自于 金刚经 其实金刚经里面 讲到这一段禁文的时候 是在金刚经的一开经 开经的时候 不是佛陀到社会国 王宿集孤独城 然后呢 就是去赤地祈宜 回来收一波凡事宜 然后呢 接下来 须菩提就问佛陀 须菩提问佛陀的那段话 是这样子 他说 稀有世尊 如来善护念诸菩萨 善附主诸菩萨 世尊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云合住 云合降伏其心 须菩提的问题是 佛陀啊 如果未来有 善男子善女人 然后想要成佛 想要跟你一样 能够成佛的话 发那样的心 要怎么样安住那样一颗心 然后呢 佛陀回答他说 善哉善哉须菩提 如如所说 如来善护念诸菩萨 善附主诸菩萨 如今地听 当未如说 以下才开展金刚经 才开展金刚经 那善护 其实 佛陀要告诉弟子的是 菩萨道是成佛的必经之道 可是行菩萨道 是千难万难 所以要告诉你这个道理 那 那个时候佛陀的心 应该是很不舍的 因为这些弟子 必须要经过这样子 辛苦的路 才能够成佛 所以当他要讲这个道理的时候 心里面是充满的 那个互念之心 这条路很难走 走的时候要小心 所以善护 那 上人在当年 带领着 少少的家庭主妇 开始投身到慈善的工作 是 不是不知道 那条路有多难走 一路上过来 从五十几年前到现在 那个难走的程度 好像也没有减轻 没有 然后各界对我们的 一些不了解 一些 对我们的期待 也好像从来没有减少过 是 所以 这条路真的不好走 要散户 就是 要小心 要自己好好保护好自己 这一颗出发心 所以这是这本书 为什么叫散户 好棒 这样一个破题 我就突然能够体会那一份的 上人对弟子的这一份的期许 也能够感受到 我们师兄师姐一开始在慈善这条路 步步艰辛 曾经在两位在我们的志工的研习课程当中 其实这段演讲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找来听 其实两位都把我们的很多早期师姐们 做慈祭的那份辛苦 其实听 看书籍里面的故事才知道 我们早期三十位家庭主妇 不只是家庭主妇 他们可以说他们是 很便手执着的为自己的生活 在过日子 在那样子 他们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对 而且里面很清楚的把一些师姐的背景 交代清楚 我一看 哇 这样子 好有勇气来做慈祭 我跟我们师兄师姐在报告的时候 我都开玩笑说 我们在书里面提高了故事的解析度 提高故事解析度 意思是说 那个故事或许你曾经偶尔听过 对啊 但是你对他的了解没有那么清楚 对对对对 这样子点真的很深 每一个个案 或许你曾经听过那个名字 是 但是呢 你对他的了解没有那么清楚 当你开始知道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原来是这样 怎么有可能 这样的人怎么有可能 愿意变成是去救人的人 这样的个案 怎么有可能发生那么悲惨的事情 是 当你把解析度调高的时候 你会看得更清晰 你就知道 那个有多难 要做到有多难 是 可是早期的师兄师姐 真的就是这样子 去做到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亏是 大概台的副总监 所以连看书都可以用解析度来形容 确实是 透过这个我们团队的文笔 我们把一个一个 我们可能过去师兄师姐 习以为常的典故 慈激典故 我们立体化了 在我们的了解她的深度 所以包含里面 会有很多像是张太太 一位日本太太的故事 这个一定要去看 这个是很有 我觉得其实感觉的温度很棒 但是呢 不过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只能够让我们的合副总监 来帮我们读几段书中的内容 这其实书中的内容 可以让大家透过文字 透过声音来想象一下 那最重要你要把这个书请回去是更好 如果您书中有 您本身有书的话 您也可以跟着合副总监 我们翻开页数 一起来读好吗 好 我先读第一册 静思 那如果大家有书的话 可以看一下157页 那这一段是在讲 上人当年离开家 然后去到一个地方 叫做 还没有去到路野之前 那件事情发生在高雄火车站 对 蒸汽火车一路冒着冒烟喘气 风尘仆仆地穿越村镇 终于在傍晚的时分 停靠在高雄 那就在高雄火车站的旁边 就是等车的时候 景云看到一旁 有帮人擦皮鞋的 旁边的架子上面 放了一本杂志 景云是上人的暑假的名字 封面上的标题非常吸引人 但是里面有一篇内文 在158页的地方 内文里面讲的是 描写佛陀成道的文章 然后呢 文章里面说 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 坐在菩提树下 进入静思的境界 终于体悟了宇宙的真理 成佛之后 在三七日间 也做了一番静思 思考如何将奥妙的佛法 推行到人间 看到静思这两个字 景云的内心涌起一阵欢喜 十分向往那样的境界 继而想着 这次离家非成功不可 行踪不能再被发现 应该要隐姓埋名 就将静思二字 当作我的名字吧 这个是静思这两个字的由来 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书记 我才知道原来是一本话刊 原来这本话刊 还有后面这一段的故事 原来透过这样子一个 领悟一个境界 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衍生 因缘不可思议 就是在那个流转的过程当中 怎么就那么刚巧 就在那样的环境底下 就碰到这样一本话刊 然后那个话刊里面 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所有的因缘 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推移 我记得那个 施工在写平凡的一生的时候 在序文里面讲 我的一生像一片落叶 不断的随着 很无限复杂的因缘推移 有的时候被水漂到这里 有的时候被水漂到那里 有的时候又在某一个地方 一直打转 为什么会这样 不但落叶不明白 连落叶那样的自己 也不明白 可是就是这样 无限复杂的因缘 让施工成就了他的一生 也是这样 无限复杂的因缘 让上人成就了他这样的一生 就是很特别的因缘 让上人决定用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现在 就是我们也还在用 尽思尽尚 尽思尽尚 没错 也是因为这样很特别的因缘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部书 是 所以这部书叫做尽思 对啊 那上户也带着大家 一起来进入 这个书中的文字内容好吗 好 那个是在讲 上人已经决定要成立 柯南功德会 但是 许聪明老局是 劝他的那个过程 好的 依照法师的构想 常驻每个人 每天多做一双婴儿鞋 一个月就有720元 号召30位家庭主妇 每天出门买菜之前 投五毛钱到竹筒 一个月也能够累积 450元 合计每个月慈善基金 最少1170元 法师向如师父 如师如父的许聪明老局是 提起这个小钱行大善的构想 没有想到老人家劝他要三思 许局是说 成立慈善会不难 但是要长久维持 很难 有组织慈善机构经验的许老局是说 哪里去找那么多人 愿意长期帮助你呢 如果求助的人太多 我们拿不出足够的东西给人家 怎么办呢 扇门难开啊 一旦开了就关不了 如果做不起来 半途而废 不是很漏气吗 基于关心跟不舍 也担心法师的体弱 难以附和 许老局势要他慎重考虑 这是当年 就是在上人发心要做慈善的时候 许老局势跟他说的那一段话 许老局势是疼惜上人的 担心上人因此吃苦 也是善呼 我觉得很棒的内容 当然都要邀请大家 可以一起来展读 不过这里面两本书几万字 第一本是四百多页 第二本五百多页 这才只有慈悸前二十年的 还没有到二十年 还没到二十年 对大概十年而已 另外四十年怎么办 还在写 还在写 大概九月的话会出第三册 第三册叫做心怜 它是整个建院的过程 对 然后这个就会到慈悸前二十年 慈悸前二十年 医疗的部分 对 哇 心怜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继续写下去 我可以请问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当然上人也会给您不断的叮咛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不断的在 一直不断的在调整调整 但是我想我六年 好不容易这两本书出来 你自己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上人真的是 其实有一段让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很感动 就是说 上人常说我们 勉励我们说发心 要发大心力大愿 因为一般人我们都是 家家减减 随性所知 高兴的时候就多做一点 不高兴的时候就做得少一点 可是上人就是一直都是发大心力大愿 而且这个过程中不曾改变过 那我真的觉得 上人就是 他的心就是 晋级清晨 无量义精的十六个字 智旋须目 手指不动一百千节 上人是真正做到了 他没有任何一件事 他因为难而放弃 他一定是弃而不舍 然后带着我们大家 然后一直鼓励着大家 一定要相信 相信我们 只要有心 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愿有多大 力就有多大 那其实在慈级的四大八法 我们现在可能 社会上会觉得说 好像慈级很大 可是这四大八法 其实没有一件不难的 然后也不是为做而做的 都是上人觉得 要彻底去 对 为了彻底的去救平 然后为了救心 然后一样一样去开展 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而做的 没有一件不难 可是上人还是带着我们大家 努力去做 然后这个过程中真的是 我觉得是不会艰难 而且不济毁欲 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您看到了上人的这一份的不凡 您自己呢 我们就学习上人的精神 因为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可能因为 你一定是第一位读者了 可能因为 寻法相在跟着上人一起 学习法华经 像上人学习法华经 然后边在读的时候 我就经常会跟慧平讲说 我觉得我读这个 很像在读法华经 那个整个过程 有没有听过化成玉品 一个导师带领了一群商人 要走一条很险要的地方 去求重宝 然后过程当中 历经种种的艰辛 然后导师永远就是鼓励大家 保处在尽 不要放弃 保处在尽 那上人创办职机的这个过程 其实 不断的创了很多化成 让这些弟子去努力 那在过程当中 虽然是化成 可是也达到 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 那个目的 所以方便法也是真实到 既是方便法 又是真实到 那真的是把佛教的教理 运用在现代的世界当中 而且落实实践的那个过程 那我们这些弟子呢 就很像那个贫穷子 就是 明明就是 自己本身就具足嘛 可是自己不知道啊 只是因为就跟着师父嘛 就一路做嘛 那还没有 还没有真的 真的能够体会 真的能够理解 可是师父就是这样子 不放弃 一直带着我们往前 所以 或许 我相信啦 就是 所有的读者 如果您 真的是很 很认真的 跟着上人 一路坐过来 你在读这本经 这本书的时候 会跟法华经 真的有很深的相应 又或者说 如果您是 真的很认真的在学法 那个过程里面 你在读这些过程的时候 你也会很快的 就跟法华经 里面的经文相应 是 你会清楚的看到 菩萨道的样貌 菩萨道的风光 那一路走 菩萨道过来的 那个点点滴滴的艰辛 那更重要的是 前人已经这样做了 那我们这些后人 我们能做些什么 是 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精神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让上人最关心的 法卖能不能够传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真的是 就 才算是真正上人的弟子 所以您看到 慧萨姐如果 一时气馁 你都怎么鼓励她 就讲法华经的 那个 华晨艺品给她 鼓励她 加油加油 我就跟她说 你就想上人 以前被人家 怎样过 不是吗 你就用她自己写下来的 那个文章来鼓励她 当年上人不是这样吗 遇到那个事情 不是那样吗 其实 应该不是师兄鼓励 我们在上人的法里面 就可以得到 不断的得到鼓励 自己找到方法 所以你也曾经气馁过 但是也是从上人的法里头 找到方法 确实 哪一段印象特别深刻 我觉得上人的那种不放弃 而且他不是为自己 他就是 真的是 心急无私 就是不忍心 他对很多 他其实他不只是 不忍苍生受苦难 他也不忍大地受毁伤 所以四大八法 不是这样起来的吗 对 然后 而且过程再怎么难 挑战再多 可是上人永远不放弃 我在序里面就引用了 上人常常讲的那个小鸟 就森林大火的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 即使其他的树林里面 森林里面都觉得 他们虽然很害怕 可是他们也觉得说 你这样子怎么可能灭 凭一只小鸟 怎么有可能灭森林大火呢 对啊 可是就是小鸟 他不放弃 他不断的就沾着翅膀 然后就这样飞飞飞 沾水 去河流沾水这样子 然后 可是最后是感动天神 降下大雨 那所以 我就觉得 经典上那一句话是 我心洪旷 金情不屑 必当灭火 若尽此生 不能灭者 更受来生 势必灭之 这是生生世世的愿 是 对 我觉得 我们在上人身上 真的看到这样的精神 他也希望我们弟子 有用这样的精神 所以两位都是传播的 很重要的 砥柱 您用影像 您用文字 就是要把这一段的历史 把它记录下来 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再怎么难 再 再那么庞大的历史 继续写下去就对了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砥柱完全不是 对 只是不自量力 尽力而已 然后就是 学那只小鸟嘛 到河边去 把翅膀沾丝 飞回来 用力抖一下翅膀 滴几滴水 然后继续再回去 河边沾一点水 然后再回来 再抖一下 看起来是很笨 很傻 不自量力的事情 但是 做就对了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 师兄师姐 在拿到书籍的时候 大家都爱不释手 我们就一直 一路看下去 因为他其实真的很好读 而且读的时候 会让我们大家 真的是很欢喜 那份的发泄 而且也很谢谢 就是说整个书籍 在编辑的过程上 不仅文字故事 引人入胜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就是很精彩的照片 要很感恩 当时想尽办法 帮我们把照片都 找出来 我们最感恩的人 其实是当年 留下这些资料的人 如果当年没有人 留下这些资料 我们再怎么努力 都没有用 所以 所以不是这一次去调来 这些照片吗 还是 其实我们讲的是说 从慈记的成立 对 成立以来 对对对 多少人在过程当中 留下了珍贵的这些影像 对对对 其实第一个就是上人 上人 他是非常重视历史的保存 从做慈记开始 然后 我们看到早期的月刊 月刊是慈记成立 14个月后创办的 对上人情字 对那里面的一些报导 怎么来的呢 其实那 像那时候的林郑阿嬷 然后像那个什么 卢丹桂这些故事啊 很多都是上人 亲自去访试之后 他就 写在阅历纸上 对对对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那再由编辑去 改写成新闻稿 其实上人是保存 慈记历史最重要的人 然后在这过程中 但这后面这四五十年来 就有一些同仁 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做 对 对 把它保存下来 我们非常感恩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保留这些历史下来的人 其实包括像 那个慈善组那边 他们有很多 就我们在 在想要找哪一个故事 哪一个个案的资料 慈善组那边 他们真的是很努力 从即使四五十年来的 那些仿石资料里面 就帮我们掏出来 那个泛黄的资料 然后帮我们拍 一张一张拍给我们 真的很感谢他们 玉慧师姐那一组 然后那还有就是 那个照片图像组 慧如师姐他们那一组 也是很多老照片 也是他们保留下来 然后电脑化 所以要掉 其实很容易 那比较难的 像刚刚 乙君师姐说 他从来没看过的照片 那个照片 其实那就是 我们去找静观世界 台东的静观世界 静观世界提供的 那照片 非常非常重要 对 而且上面还打了日期 对 对 对 那个对我们 做历史的人来说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佐证 时间点 弥足珍贵 所以这一部 慈禧世界的证实 我们真的是 虔诚的推荐 给所有的读者朋友 把握机会 用心来阅读 让您过去 虽然来不及参与 但是透过文字 以及有图有真相 然后呢 还有这个历史 很清楚的 帮你用年代 把它标记出来 所以当过去 你不曾了解 不曾参与 现在大家就没有 什么借口说 我不知道 我们也可以当面对 外界的疑问的时候 我们也都可以 很清楚的 说清楚 讲明白 如果大家都能够 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对于 编写书籍的人们来说 对于您 团队 这都是 最值得的一件事情 然后 我 我最后想要 跟大家拜托说 您读了这本书之后 我相信您一定也知道 很多词记的故事 然后您读了书以后 一定也会有很多的心得 如果有希望能够 跟我们沟通的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信箱 GreatLove1966 就是大爱1966的意思 atgmail.com GreatLove1966 atgmail.com 中间都没有任何的空格 或标点符号 那欢迎大家就是 给我们回馈 那如果我们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也请不吝止证 让我们的书更完美 是 今天啊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对 从来没上节目 一起合必 初级的 惠评世界 还有建民大哥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来推荐 刺激的故事 信愿型的实践 就是因为这本书 这一套书 这么样的有分量 所以两位来宾才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来做推荐 是上人的故事有分量 更重要的是 上人的故事 希望大家用心来阅读 更希望我们的师兄师姐 您在日后的第二本 第三本 第四本 第五本 延续下去 都有可能成为书中的 历史的一部分 只要大家愿意 走入这一条的 这个菩萨岛上 一定能够在 我们的历史当中 找到您的足迹 也再次谢谢 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感恩